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一说到大众麦特威 很多人对它的熟悉程度远远不及当下最惹门的一些紧凑性SCV型号 其原因除了麦特威本身是一款价格偏高的高端MPV车型外 它与它针对的对象是商务装用和商旅的小众人员有关 所以知道该车型的人相对叫赏 但是丝毫这不影响信仰者对该品牌的崇拜 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信仰者呢 是因为该车的历史相对悠久 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今 从定义文化到日常 麦特威已经被烙印进了历史之中 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在以前披头是被代表的一些反世俗 反权威的浪漫主义者的背后 只有麦特威才是最佳的背景 这也是麦特威传递的信仰之力 如今麦特威推陈初心 在坚持自由散漫的享乐精神上 又紧扣时代特色 推出了大众麦特威优想版 目前已经在秦皇岛上市 官方指导价53.28万 强大的空间搭配尾部特色帐篷 它既可以作为外出旅游的优险场地 也能充分利用 让其具别满满的商务功能性 它将双重身份来回自由 还不显得突兀 估计也只有麦特威才有这样的能力了 为了支持社会精英商务人员去放飞自我 尽享生活 麦特威采用的是高底盘设计 220TST发动机搭配四驱传动系统 让其越野能力十分强悍 目前 国内仅限发260台 68年以来 麦特威共推出6款车型 每一款都深得消费者喜爱 如今最新的麦特威 其信仰人士最关注的方面 做出了改进 这也算是对支持者的最佳回馈了